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它以大协议的寄字 在中国大地 舒展了五千四百六十四千米 其中最囚禁的一笔 就在最北部的内蒙古 蜿蜒八百四十三千米的黄河几字湾 这是黄河流域 最具地理标识意义的区域之一 黄河进入内蒙古进来 在阴山山脉的南路 它是以这种平缓摆动的方式 在向前流动 进入清水会进来 突然就升起下去 形成了这个猛进大峡谷 当我在空中拍的时候 我会感觉到这种强大的自然的力量 令我们忠敬 令我们敬畏 黄河沉静而平和地流淌在 辽阔的核桃平原上 滋养着千里沃土 乌凉素海 大海 乌海湖等湖泊 兴罗其部 镶嵌其间 樱山横跟东西 赫兰山纵列南北 守护着美丽家园 灰藤西勒草原 鲜花遍野 鄂尔多斯草原 一笔万青 这里牛羊肥壮 竟马飞扬 巴丹吉林沙漠 出离着世界最高的沙山 画下最优美的曲线 藤格里沙漠活力四溢 演绎着月夜狂欢 金色的胡杨林 绽放出最绚丽的色彩 张扬着千年生命传奇 隐秘在苍茫大地间的戈壁峡谷 鬼斧神宫 静现造化神秀 山水林田湖草沙和谐共生 构成生命共同体 这是目前发现的 中国北方地区 最早的北方式的青铜器 大家可以看到这种 短剑 还手的青铜刀 它和中原出土的这种 直内阁 补骨 共出 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也就是说 我们早期在这个地方 就已经出现了 文化的交往 交流 交融 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内蒙古黄河文化 定型体现了游牧文化 和农耕文化的交往 交流 交融 从史前人类生息繁衍的宜居之地 到原始农耕 猎木文化的出现 从北方青铜文明的曙光 到雄伟长城的建立 浓木交错地带的地域经济 和人文环境 成就了这里文化多元 共荣共生的人文特色 如今 内蒙古巨叫长城 黄河这两个中华民族形象 积极建设长城和黄河国家文化公园 传承延续民族血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让古老的记忆焕发时代光彩 一坨东西方文明互建纽带的万里茶道 推荐一带一路倡议 建设中猛俄经济走廊 开创国际合作交流新格局 来到准戈尔黄河大峡谷 除了看风景 游客最喜欢住的就是峡谷雅宿了 透过窗 映入眼帘到是黄河水 感觉很亲切 很满足 黄河从这里流过 甲河遍野 乃密飘香 这是一条流淌着幸福的河流 它流过山间民宿的诗意 环绕着原野村落的乡愁 它飘过万起麦田的清香 聆听着千里草原的木歌 它滋养着丰饶的物产 品读着万前风味 在这里人们守望相助 共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共建各民族 共有精神家园 依托神奇壮美的自然景观 远远流长的文化遗产 绚丽多彩的民族风情 内蒙古将全力打造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黄河文化旅游带 黄河从这里流过 生生不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